8根2.4米高的台灣巨竹 支撐4坪大的屋子 日本當代建築史學者 藤森趙信 受華山文創園區邀請 打造空中茶屋 想爬上去喝杯茶可不容易 爬上這狹窄的梯子後 還得跪著通過出入口 考驗民眾的膽量 這是最重要的 特朗普建築的梯子 其實在這個梯子上 構造的問題 裡面有鐵骨 但那些鐵骨 人們看不懂 藤森趙信大量使用台灣的竹子 還請附近國小的小朋友 幫忙貼屋頂的雨淋 還有大學生來幫忙洗劇竹 看得出這位建築界的老頑童 實在同心未敏 屋子蓋好了 名字怎麼去 也是一個好問題 他說應該以前面那個公園為主 所以公園叫華山藝文公園 可是他所有窗戶都望北 看到七星山 所以他心理上在想說 可不可以叫做望北 本來他命名叫望北亭 可是我們跟他建議說 什麼亭在中國大陸一大堆 不太特別 但是茶亭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用的 所以最後就定名叫做望北茶亭 對日本人來說 親朋好友聚在一起慢慢喝茶 細細品味茶道 是生活態度也是一種享受 藤森造姓打造這間茶屋 提供台北人一個寧靜的品茶空間 民眾可透過申請 享受在茶屋待上一整天的樂趣 中央社記者紅黃君章雅婷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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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